开启这个范例档 在范例档这个 应该往下卷动 在比较下面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地址是这样 如果你今天要邮寄给这个人的话 你不可能说把这一串 直接贴到那个 你的那个信封上面 可能邮差会记不到 因为他不知道54 他后面可能你要必须 是54项 三弄 387号 这个要帮我串上去 所以如果你放在资料库 这个大部分都是放资料库 资料库呢 当然有关关键是资料库 他为了要节省空间 所以呢通常会怎么样 把那个地址的 把它分得很细 然后呢将来你要查询的时候 会比较好查 可是会有个缺点 就是说你将来要把这个 变成一个完整的地址 就会有问题 那所以我会希望怎么样 把这一串串连起来 放在旁边 然后呢 能够显示出 就是将来我能够放在那个 比如说信封上面 邮差看得懂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地址 那当然你将来可以配合 像Word里面的合并列印 也可以把这个地址 配合什么姓名 然后你要寄给哪一个地址 那如何去做 做法上面 当然不外乎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你就是用那个 内建的函数下一个公式吧 那不过这边会有几个问题 如果这里面是空的 就不会有段 如果他有段 那你就要几段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就是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资料 那到底有没有资料呢 其实可能就会需要判断后面 五个栏位啦 不过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五个栏位都判断 后来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号应该是不用判断 为什么 因为一个地址里面如果没有号 那一定记不到 所以号可以不用判断 除了号以外 都要判断 有就是几段 没有就是不要有什么段 反正就是串接在一起 那方法上面的话呢 也可以想想看 大概第一个就是我们用内建函数公式把它串接在一起 第二个的话呢 也许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过VBA 当然呢你如果你每天都要做或者这资料 经常性会更新 那更新完之后你如果还要再重新下一次一个公式很麻烦 是不是有一个按钮 可以直接怎么样 帮你做 直接按下去 他就自动帮你把这些地址通通合并到这边来 然后还有一个按钮也许是清除 就是地址合并跟清除 然后再来也许就是说做一个什么 可以做一个查询 比如说你要在针对这个地址里面 住在忠孝东路的那个会员 你有没有办法 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他可能会问你说 请输入 什么 那个预查询的那个关键字 比如说地址的关键字 你如果输入忠孝东路好了 那我们一般性的需求是这样 最好是我输入一个忠孝东路之后 他会帮我把这个住在忠孝东路的会员 直接怎么样 增加一个新的工作表 放到这个工作表里面 并且把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叫做你查询的那个叫忠孝东路 你查询的关键字 再把你查询到的东西 直接就放在里面 这样的话不是就很方便了 那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用在任何 只要是Essale大量资料的地方 通通都可以做出查询系统 也就是说呢 你以前呢 你要大量去查询一个资料很麻烦的 其实通通可以用这一招 而且这一招并不困难 里面可能会用到的技巧 第一个就是录制聚集 OK 所以因为有些东西你可能不会写 但是你总会把动作做出来 录下来吧 录下来之后呢 再来做修改 其实很多VBA都是这样产生的 初期啦 也许你不会去产生撰写 刚刚讲的 也许那个动作太复杂 但你不会 那怎么办 没关系 至少你可以用录制的 再来修改 也许大概我们的这一题逻辑 大概这样的 那做完之后 这一题大概就差不多OK了 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开启这个范例档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按部就班 把这一题需要做的那个动作 逐一的让各位了解 那其实主要也是 各种方式都 都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呢你要怎么有效率的解决问题 才是重点 另外除了有效率解决问题之外的话 因为现在大数据时代 资料呢通常都是没有 比较没有一个规则性 比较没有一个规则性 通常比较没有办法用 自制化的资料库 或者资料结构去处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VBA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目前 那如果你要处理那种 比较没有规则性的资料 怎么办 你这时候呢 你要想 当然很多程式语言都可以写 你用Java也可以写 你用那种 什么什么其他的Python也可以写 或者像现在比较流行的 像R也可以写 可是问题 你要去想说 你用其他工具 来做这些处理的时候 你必须要额外再去 去处理那个 另外一种语言的 什么相关的设定 那等到你设定好之后的话 我看你已经头昏了 那VBA的优势就是说 它的好处就是 直接内建在eSale里面 也就是说整合在eSale 你根本完全不用做任何设定 把开发人员打开来 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这个我想跟其他的开发 其他的那种 解决大数据的相关的那个 诶 这个这个解决方案比起来的话 这个应该算是简 简单许多了 OK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部分